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参与我们的这一个课程 所以我呢是丽云 同样的我们有美玲 我们两个创办了这样子这个社会企业 主要是在做塑料 塑料回收改造 那很多时候我们都发现在生活中 我们在做回收的时候 就面对了很多的问题 如果大家有做回收分类垃圾的话 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东西 你没有办法送去回收 即使你知道它应该可以回收 比如说塑料这个东西 大家很多时候会觉得所有的塑料都可以回收 但事实上当我们做垃圾分类的时候 我们要送这些塑料垃圾去回收中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塑料袋往往不被回收中心所接收 那么很多时候就会告诉你说 这个塑料袋我们不收 可是大家会觉得这不是塑料吗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送去回收呢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的家里就越囤越多的塑料袋 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很多时候就只能把它当成普通的垃圾一起丢掉 然后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环境的问题 还有垃圾处理的一个负担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我们都会带自己的购物袋出门买东西 我们觉得我们有减少了使用不必要的塑料袋 但是我们在买东西之后回来的时候 那我们整理或者是用完了我们所买回来的食物啊 吃完了那个米啊 吃完了那个面啊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又有了那个塑料袋出现在我们的家里面 那怎么办呢 在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之前 我们也使用这些塑料袋来当成一种材料来制造 制作一些手工艺品 那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这些 我们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办 或者是没有办法被回收的塑料袋 把它当成一个材料 手工艺品的一个材料 然后拿来制作那个手工艺品 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什么类型的塑料袋 比较适合让我们制作那个手工艺品 所以当你看到家里面的塑料袋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开始头昏 头晕 因为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塑料袋 有这一种这样子的塑料袋 可能这个大家都会看到就是去巴萨买菜的时候 去或者是去一些打货店啊 路边啊 大家会发现有很多这种都会拿到这种塑料袋装 现在大家有很多也有意识说啊 我不要拿那种塑料袋 我会带自己的袋子去装 所以这是其中一种塑料袋 常常你可能也在路边会看到 大家乱举我这种使用的这一种 还有是如果这样你有吃那个 筷子面啊 或者是一些面条啊 就会有这种塑料袋 这个是什么面 这是干盘面 然后还有如果喝奶粉的话 小孩的奶粉或者大人的奶粉也好 我们也会有这种这样子的塑料包装 这种包装袋 然后里面会有一层那个细铝的那个成分在里面的 就是保持那个食物的新鲜度 这一种或者是饼干的也是一样 饼干的也是有 或者是小蛋糕也是有 然后还有咖啡 对咖啡的这个是咖啡袋 但是里面会有很多小小的那个三合一咖啡的那个小包装 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种大的袋子里面有很多小的袋子 这种这样子的小的 在那个大的袋子里面有这种小的袋很多很多 还有零食小孩子可能你们的孙女还是很爱吃的有零食也是有 还有这边有或者是上网买东西送东西来这种都是塑料袋这个也是塑料袋的一种 所以各式各样的塑料袋你会发现有一些塑料袋就薄薄的 然后软软的 然后有一些塑料袋里面有一层那个铝的 有时候比较硬有时候比较软 OK 所以各式各样还有这种聪明的也是有 OK 各式各样的塑料袋我们要怎么办呢 所以在这个编制的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主要使用的那个材料呢 其实是趋向于比较硬的 就是有一有一点挺的那一种塑料袋 就所以我们选择的呢就是这一种这种塑料袋包装 然后里面会有一层这个铝的材质在里面 你也可以用一些比较硬的塑料 虽然它里面没有这个铝的材质 但是你也是可以用比如说米袋 米的袋子 清洁剂像洗衣液的那种refill pack 的话呢 那个我会建议大家先不使用那一个 因为那个太硬了 所以有些塑料袋太硬的话 比如说可能如果你有孩子会喝那种 不是三合一 但是那个咖啡豆而已的 或者是咖啡粉而已的那一种 像Starbucks的那一种卖的那种咖啡粉的那种袋子 它也是有一层铝在里面的呢 那种 我是建议大家先别使用那一种 因为它很硬 所以手会很痛 看一下 OK 所以在家里面大家收集了这些塑料袋 然后分类 所以这种我们叫做多层塑料袋 也就是Multi layer plastic bag 它的多层是因为它里面还有一层那个 锂 然后所以它其实有接定三到四种不同的塑料压层的 塑料材质压层 所以这种我们叫Multi layer plastic 就是多层塑料 然后这一种像这一种 或者是这个面的这一种 或者是这个Corea bag包裹的袋子 这种我们叫Single layer 就是它只有一种一层 一种的塑料 塑料用料 塑料材料做成的 所以我们所以省事不是省事 就是比较简单的方式是大家可能收集这一种 就是如果家里有的话 大家收集这个 还有刚才的 刚才的三合一咖啡 三合一咖啡那一个 也是可以用了一种 或者是Milo 如果有喝Milo Milo的袋子 就是里面有一款这个Foi 然后它没有太硬 就差不多像这种油 那还可以的 像那个牛奶粉的呢 其实它稍微有一点硬 但是你如果觉得 就是可能凭你自己对那个硬度的那个感觉 所以其实最好 最好用的那个 就是那个Milo的那一个袋子 Milo的那一种软度 它很强 因为它也是Multi layer 然后它的软度是我们可以 我们会比较点比较容易去编制它的 所以用那个你可以以Milo的袋子作为那个标准去选择你要用的那个塑料袋 像这个它稍微比Milo的袋子硬了一点 但是也是可以用啦 OK 这一种 所以收集这一种 有那个铝在里面的 OK 就是作为开始学习 我们就选择这一种 这个还有那个三合鱼鱼产肥 或者是这种三合鱼产肥的 OK 当然我们过后会给你尺寸 所以有一些袋子太小的话呢 就不大适合啦 所以这种袋子 OK 所以大家先收集这个 这种塑料的包装袋 咖啡粉啊 Milo啊 或者是 这种 米袋也是可以 可是米袋是比较滑 也是可以 它的硬度是比较 或者是零池袋也可以 用零池袋 OK 所以收集完了所有的那个 袋了之后 这种包装袋的时候 这一种是完全不适合做编制 就是这一次的这种编制 这一种袋子是完全不适合 因为它太软了 太软 这个也是不适合 这个不适合的材料 这个也是不适合的材料 这个也是不适合的材料 所以这一种单我们叫 single layer 或者是三层塑料袋就不适合 所以这个可以做别的事情 但是这一个课程这一些不适合 所以就没有拿来用 所以是收集这一种 或者是三合一的咖啡 或者是什么什么三合一都用 OK 所以收集完了之后 可能大家就会讲 直接用吗 所以像这一种咖啡袋呢 它就是干净的 因为它里面还有这种小包装 所以它直接是干净 这种就不需要再清洗 但是这一种植物的 或者是这一个三合一 当你喝了打开的时候 你倒下去那个粉 里面是有那个食物 粉啊或者是食物在里面的 那这种就一定要清洗 OK 那我们如果是用这一种 或者是你有朋友 有喝公司 孩子的公司还是什么 就是有人喝的话呢 你就要麻烦他们 不要这样子开这个袋子 你要让他们拜托他们 或者是要求孩子 还是什么的 用剪刀剪上面这一段 因为如果就是一般我们的习惯 它就是直接这样子开呢 它会让它的形状就是不够 那个那个那个size不够 那个大小是不对了 你就不能拿来用了 所以告诉他们从上面剪开 导出那个粉出来 所以这一种咖啡粉啊 三合一什么的 它其实是很容易洗的东西 因为它通常是甜 但是一定要洗 不然你像那个篮子啊 就会引了给满意 那最快最容易的方式是 他们开了这个咖啡粉之后 倒出来 就立刻拿去冲洗 立刻装 就是用水去冲开 冲这个冲洗这个袋子 那它就不会那么难洗了 它就直接很干净 甚至有时候肥皂什么都不需要放进去 所以你开掉直接冲洗 然后把它倒反 让它晾干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立刻洗的话呢 它的那个粉就会因为空气中的水分 然后它就会 它就会死掉 然后它就会粘在那个上 购物袋 如果购物袋是这一种购物袋的话 也是不行 这种购物袋就不行 你的购物袋是 你的购物袋的意思是那一种 就是它是单层 就是你看 就是里面没有这一个 弊的这一种 目前是 先别收集那一种来做这个编制 因为它真的 它就比较软 它也太滑 所以我们用这一种有一个 所以这个处理算简单 就是如果对方就是或者是家里的人 喝了要剪开 不要影响它的那个形状 Paper type 其实纸也是可以用同样的道理去编纸的 纸是可以用同样 那个方式可以的确也可以用纸去处理 对 尝试的咖啡可以 只要那个形状 等一下我们会给 下一堂课 我们会教大家如何剪 或者等一下我可以 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再 我可以讲一下 就是 只要那个形状是够 那个大小是够的都可以 它长形也好 有些是长的嘛 Nest Cafe那些是长的 Milo也是长的 都可以 因为过后我们会打开它的 洗干净了之后 我们其实会把这些硬的地方剪开 我们没有用这个硬 这种这个steal的那个部分 我们是没有使用的 OK 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弄进去就很硬 然后我们会非常困难 很难去 很难折我们的手会痛 所以这个很容易处理 比较难处理的是这种零食袋 OK 这种零食袋或者是食物包装袋 或者有一些饼干 像这个饼干 这个我记得好像也变成三一包装了 小饼干 那比较难处理的这种零食袋 OK 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要收多少 这种零食袋呢 它里面会有油 会有油啊那些 这一种就要洗干净它 所以你可以泡水 泡泡肥皂水一个晚上 可能泡了然后把它晾干 如果你要坏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地方剪开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没有没有见到 就是把这个硬的地方 同样的也是要求他们从上面 像这个就是踩上面剪上面 不要比如说有些人不太喜欢 那种一开 这里就不见了一大半 这里上面会开掉的呢 我们要比较完整 比较容易 我们等一下过后要选择什么都可以 给做一个做一个小coaster 我们说做一个小杯垫 我们要24个 所以你就要24条 如果像这样子就要24条 那这种呢 我们就可以剪剪剪 可能这一这一个袋子就会出 就会出个10条 还是 没有啊 没有10个这么多 可能5-6条 就可以剪出5-6条 那个原始的材料出来 有这个 可能大家讲 塑料袋要洗干净 油在里面是很困难的 是有点困难的 所以也就是我们泡 泡在肥皂水里面 或者是泡如果家里有 呃环保酵素 有常用环保酵素清洁东西 也是可以拿来泡 泡了第二天 晾干它 所以如果你怕说 哎好难晾哦 那你就把这个 剪开 让它平开 好像这样子 这样子平开的 把它剪开 尽量维持它原来的 呃它的那个四方的形状 这样子剪开 把它剪开然后晾起来 让它晾干就可以了 ok 所以就是这样子 对收集收集 这种袋子可能大概就可能要十个 十个这样子 这种就25个做一个小的那个最基本的那个呃 被电的话24个2624个这样子 如果是要做篮子就看你要做多大的那个那个大小的篮子 所以有时候要收集300多个有时候500多个最小的篮子要96个这样子 所以我们会看过后我们会告诉大家怎样去算那个 你要的那个尺寸 ok 接下来我们就会算说哎我们要多少个尺寸才可以 什么 所以过后呢 大家准备我们这个材料洗干净晾干了之后 啊我们就把它裁开 所以我们裁开它呢 所以这个就是这是其中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要编出来的小杯垫 说小杯垫 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四方四方四方 说这个小杯垫要20 小狗啊 小狗的话 小狗要 小狗要去算一下 算小狗 它到底要多少 对 小狗要我要去算一下那个小狗要多少个 可是我忘记 都要去算一下然后再给大家知道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学的那个编制 所以我们从这个塑料包装袋里面 我们就可以准备 不过小狗我们没有教我们教篮子 那个那个是高阶板 所以我们就会有过后就会裁成一片一片 然后只编制就是准备这种这样子的 ok 呃我们会有会给大家那个尺寸 这个是减的尺寸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折的尺寸 做过后我们会给这个平息这样子 ok好 刚才讲说长形的啊 这个长形的也是可以用 过后我们就会把它剪成 所以根据这个剪的那个 剪的那个尺寸 然后我们剪成这样子一片一片 这个是块鼠面 但是因为这个块鼠面为什么会用呢 因为它里面是这个 银色的这一层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 它就比较硬 它比起这一种 这比较这种真的太软 你看它已经开始在裂了 所以我们会用这一种 就是只要有这一个 然后根据这个size cutting 12乘4cm 剪出来 我们就会得到一片这个 然后这一片这一个呢 就会制成 就会折成这样子的一个 呃 材料 拿来做编制的材料 ok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要准备的 所以过后呢 大家就要去准备这一个东西 这个材料 所以确保所有的东西 都是洗干净 晾干 对这个就是 所以告诉他们 这样子来剪 所以就变成很漂亮的一个 这个就很容易处理了 过后呢 把这个旁边那个剪开 这个剪开 这里剪开 让它变成一个这样子 所以你发现它没有硬 它的旁边是没有这个 这个啊 风口的 因为这个风口特别的厚 它 它一边起来它就会很硬 手就会痛 哇了 老实说手真的会痛啊 手真的会痛 如果太硬的话 所以最好的材料 零食袋 这种三合一 米洛德 或者是这个 这个可能有些 这个 至于这一种薄薄的 就不适合 这种也是不适合 阿花 阿花的就是这样子吗 它是长这样吗 咖啡袋 如果是这样子是可以的 你开掉也是可以 像这个 这个 这一种 有一些保健品 保健品就不 像这个就不行 你看它比较短 米袋也是可以 米袋也是可以 只是米袋 米袋 我的经验是 米袋它就很滑 米袋也是可以的 这个是米袋 这是JASPINE的米袋 变的 它的硬度其实是可以的 只是它比较滑 等下你拉的时候要很 很细的去拉 这个米袋 这是米袋变的准备 用米袋准备的 所以我们就 DACON的时候就是值这么多 一个一个值 因为其实是很多工的 首先你要收集你要的袋子 OK 然后你要清洗 这种用清洗是最好了 都清洗 过后我们就要用那个尺寸去剪 一条一条 剪了一条一条 我们就 要制成这样子一个一个 OK 所以今天大家就开始收集 这种袋子 袋子 袋子 最少要收集 如果是一个一个这样子的 最少收集大概30个 24到30个左右 以防切错 还是什么 对 收集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这一种就比较简单 因为不是比较简单 你就可以剪很多出来 这种可能会要一点时间 但是你先用这一种 这一种 或者是米袋 其实也是可以 米袋其实是可以 它比较滑 做这种 这样子的话 你看我们就可以拿到 123 4 5 6 大概6到7片 还有后面 所以一个袋 可能就已经14片这样子 所以这个要三个就三个 这样就可以了 米袋最好洗咯 因为米袋不是有那个粉吗 所以也是要洗 就是我们拿来做这种材料 其实我们送那个回收品 像你要送那个瓶子啊 什么去回收中心 其实也是要清洗过的 因为我们是回收 而不是丢垃圾 所以他们过后要处理那一些回收品 所以在人工其实是很耗事 我们在家只需要 像我们要做这个 我们可能洗5个袋子而已 然后切切就可以了 可是这一种 肮脏的话呢 你送去回收厂啊 或者是拉回收厂 如果你这些可以回收的话 各位这些是不能回收的 所谓不能回收是它不可以再重新 变成塑料原料 所以它只能进土埋场 它只能去焚化炉而已 所以这种塑料带是完全不能被回收 也就是它没有办法再重新变成塑料原料 我们的所谓回收就是塑料 进去那个塑料回收厂 它就会把它再变成塑料 塑料的那个颗粒 然后再重新进入工厂 然后做成新的塑料产品 但是这种袋子 Multi layer plastic袋多层塑料袋 是完全不能被回收的 所以我们才会想说拿来当成一个材料 去做手工艺品 去重新把它改造成一些可以再被用过的 再被使用的东西 像小碑垫或篮子 所以这些塑料袋完全没有办法被回收 可是我们现在生活里面应该最多的就是这种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 你没有回收 中心是愿意收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要拿来做我们的手工艺品的时候 当然要清洗 做米袋也是需要清洗 对朱丽饼干也是可以 而它颜色 对啊 它的颜色也是很鲜艳 所以你做出来那个东西就黄黄色 也挺鲜艳的 对 做那个可以 它里面也是有一层 这样子 这样有时候你会有那种小饼干的袋子 这样小饼干的袋子 只要它的那个尺寸大概大概够了 或者是我们拆开来它是够的就可以了 OK 好 有问题吗 大家有对什么什么材料适合不适合 比如说我这个可以用吗 这个这个能用吗 家里有什么不确定说哪一种材料可以拿来做这个编制的话 不可以看 给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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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特别可以 就是我建议 行吗 所以要用的时候一定要清洗啊 像一分那个 那个面的如果有那个粉也是要洗过 都要洗过 大家有问题吗 大家有问题吗 有什么包装子想要给我看 下个星期要准备这些咯 下个星期要准备这些 你可以先别你可以先不要剪 洗衣粉袋子其实也是可以 但是呢洗衣粉袋子很硬 洗衣粉的袋子很硬 所以我会建议先不要用 因为你家的手会很痛 我没有用过洗衣粉袋子 他能做但是他很硬 你的手会很痛 要剪的什么尺导 等下应该是会分享出去这个尺导 我们会给那个尺导 你可以先准备 我们下个星期就会跟大家 一步一步的教大家怎样剪 会者老师可以先直接把你那个尺导 然后打在我们的确认这边吗 我们也可以把它抄到我们的这个面子 数据 面子数据也可以用 12CM-4CM Maggie面啊 Maggie面 OK 如果你有Maggie面的 但是它是这样子的 它就很薄的呢 就不行 但是像有一些Maggie面 杂的Maggie面 妈咪 他像这个其实也是快速面的 但也是那个泰国的那个 那个快速面的 呃 这一种为什么 这种就可以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这一个 银色的这一片 所以Maggie面的呢 如果里面有银色的这一片就可以 有银色这一片 像这个就没有 这种没有的呢就不行 它很容易 脂裂你看 它很容易脂裂 它很脆弱 它很脆弱 这种就很难脂裂 这样子做男子它才会比较 坚固 比较坚固 像这个资料你就会觉得它脑很坚 坚固了 如果是这一种 它就很快就破了 破了 其实药也可以 可是那个可能就比较麻烦 你还要加东西下去 所以减乘12乘4cm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有概念可以先减 准备 不然下个星期我们也是会在示范如何的减 还有什么 然后还有需要吗 就是 对 交了杯垫之后 因为杯垫是那个最基本的那个编制法 所以交了杯垫之后就会进阶就会交篮子 做小篮子啦 大篮子要收集500个 300到500个 有点减 可是那个概念 那个方式掌握了 你就可以做成任何的 大小 篮子要多大都可以 甚至你可以再进阶 可能你可以自己研发这个size 这个size不是一个标准 就是完全一定要跟完 就是过后你已经掌握了 你然后要把它变更大 其实这个size是可以调整的 然后你就可以做更大的东西 然后你会做篮子之后 你就可能黏狗小狗什么都可以做 就是那个概念 概念只要有了就可以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可能跟老师学习到这边 我们先来初步的认识 就是怎么样的在利用这些塑料袋 然后呢可以进行怎么样的一个编织 大家有了一个概念之后呢 可能就是像老师讲的 那现在大家就是要准备 可能24到30条左右 对吗老师12乘4cm的这个条状的东西 然后就是里面要有铝箔纸的那个部分 比较稍微硬一点的 好 那下星期是不是就可以跟着老师呢 我们下星期老师就会教我们怎么样用临时包装袋 来进行做这样的一个编织屋了 然后下星期是不是还会另外特别教这个临时包装袋呢 老师 老师您的麦克风 嗯 所以下个星期呢 我们就就会用这些材料 开始准备那个 那个这种 准备这一个 然后再准 再再制成这样子的 嗯 好 那我们看到有同学问哦 可不可以用纸来学习 先用纸学习 对对对 或者Tissue Box 嗯 Tissue Box是 比较硬一点 制成Tissue Box的衣服 那个就没有 但是那个方式是一样 就是你会做篮 就是学会做篮子之后 你就可以做Tissue Box的衣服了 哦 所以如果同学要用纸的话 就是可以用 比如说一些什么旧报纸啊 或者是那个 旧报纸的韧度 没有那么好 记忆一下啊 可能很容易被你扯断 可能要用一些比较 杂质 杂质的纸 杂质的用纸 糟糕啊 然后可能要纸 纸牛奶盒 哦 还有牛奶盒 像牛奶盒也是可以 只是那个硬一点 那个比较硬 啊 牛奶盒 牛奶盒有两种 一种是完全是纸跟塑料片而已 一种是 它也是有一层这个铝在里面的 如果有一层铝在里面 它就更加的硬 啊 水草也是可以 其实这个编 这个编制法就是 就真的是 概念 知道了 那个技巧 知道了 你真的是可以用任何的材料 嗯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是推广这个环保嘛 所以请大家不要为了要做这个去买 对对对对 请不要为了去而特地去买 嗯 买那个什么对 你就找家里有的东西 其实塑料袋 我觉得家里一定有 一定会有 如果你们是在PJ区啊 如果你们是在PJ区啊 巴达林 巴达林区 你可以来找我们 我们其实在那个 PJ ECO Recycling Plaza那边 呃就是 SX8 Sungai Way 行程对面 一个呃 是那个呃 巴达林市政局的一个建筑物 叫PJ ECO Recycling Plaza 那老师的麦克风嗯 ok呃 大家可以去找我们 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个 哈哈哈哈 如果你们在PJ区啦 这个PJ区啊 或者你有听过的话 那是一个环保教育中心 其实时间它是星期二 星期二到星期日都有开 然后它是九点到四点半 星期一 星期一 哎不是星期一关 星期一是关 所以应该是数单子 星期二 然后到星期二 然后到星期天 然后到星期天 周有开 然后是九 早上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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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到呃下午四点 那边 那边你可以送很多回收品去那里 可以送玻璃 可以送紫 当然呃送塑料瓶 塑料袋 这种 也是可以送过去 我们就是我们在手 呃 然后还有衣服也可以送过去 电气坏了的 或者还好的 然后但是你不要用了 不得要怎样 你也可以送过去 呃 还有什么呢 那边还说 哦 他也收回收油 不过回收油 他没有给你们钱 你就送过去而已 就是不要让大家早去 沟区 早造成沟区的阻塞 这一种问题 回收油 就是你煮了 那个炸了 炸了的东西 然后那个油又不能再来做什么 啊 你可以送过去 他们有收 他们会做成生物 柴油 然后他也收玩具 文具 玩具 文具 呃 还有什么呢 啊 他也收那个 styrofoam 那个白色的 泡泡 泡 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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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的styrofoam 他们也收 那个是少数几个 愿意收styrofoam的地方 哇 上面日历或海报 可以啊 海报可以啊 上面日历 就是还有一点那个 那个韧度就可以了 纸比较好收集啊 嗯 可以也可以 哦 制作好的 Ecobricks啊 有有有有 他们有收 对 我们的朋友 Fiza 他就是 他就是教导 跟收集 Ecobricks的 Fiza 他也在那里 所以你可以把 做好了 做好的 Ecobricks送过去 所以老爸老妈们 也可以开始 跟在你们的群里面 开始征收 你们也可以去 大量的 可以跟你邻居 对对对 对对 你刚刚 是 哇 学校的老师 可能 其实你一问 大家就会很多 只是平时 大家没有收起来 嗯 好 一只同学 有朋友收 对 也有收 那里也是有收 不过请 请 请洗干净 采送过去 然后确保 那个瓶子是 完整的 因为很容易让 他碎掉的话 会让人受伤 对 他们常常被 玻璃 遮到 哦 对 Copid 对对 对啊 那些有用 三合一的 就12乘4cm 12乘4cm 折是 折是 5cm 如果能处 的话 折是 5cm OK 我再写 多一点 减呢 是 呃 减呢 是 12cm 乘4cm OK 然后 折 是 呃 5cm 就床单 哎呦 他们有收衣服 就床单 有 请 请洗 请稍微洗一下 然后 请洗一下 然后送过去 对 他们有收衣服 折是 折就是呃 折的意思就是 OK 比如说 我一定治好 然后你要这样子 折一圈 你要让他折一圈的 那个 这个宽 这个宽度 这个宽度 收家具 OK 啊 你自己送过去 就可以 小型的家具啦 比如说小椅子啊 那一些 他们可以跟你收 你可以放在那边 你可以放过去 大型的就要找 如果你是雪兰儿 我就知道 其他地方我不懂 雪兰儿有一个app 叫iClean iClean 你可以去要求他们 上 去你家外面 就是你把东西 放去外面 然后告诉他 说 我有那个大型的家具 请你来收 啊 就有 iClean 雪兰儿州 有这个 其他州 我不知道 iClean 我没有这个app 如何折 下个星期我就告诉你如何得 3-5CM 咖啡碗碟 啊 好的 他们也是收 因为他们有一间二手 二手店 他们里面有一间二手店 就是让大家去买 呃 我们叫pre-love item 就是 所谓的二手 二手产品 二手的东西 你 你觉得 很OK的 你也是送过去 他们就拿去 卖咯 因为 要营运整个这么大的一个 啊 回收 教育中心 其实是 很花钱的一件事情 然后还有就是 他也造福 那个地区附近的 比较低收入的群体 所以很多那些 比较低收入的 家庭 会过来买 衣服啊 二手衣服啊 玩具啊 给他们的孩子啊 甚至家具 家具用品啊 他们看到 他们也可以买 所以算是一个挺 有有有造福附近的那个 社区的一个一个地方 也算是 坏了的 Yoga Map 坏了的Yoga Map 坏了的Yoga Map 也可以 也可以也可以 也可以 也行 呃老实说 那个不是回收 他们 这些没有办法回收的呢 他们是送去我们叫WTE Waste to Energy 就是有一些工厂 会使用这些 呃所谓的垃圾来呃生产那个能源 给他们的机器 就他们会有这个program 所以那些没有办法回收的 就是会送去这些工厂 可以吗 可以说我们会交的product 这是第一个 篮子我刚好今天没有带来哦 因为我们现在在 在古镜 所以我们没有带篮子 我们带着北边 这是其中一个 你们会学会做的北边 然后就是这个概念 可以再变成篮子 这个是给杯垫 那如果你要叠那个碗的 你可以要叠碟子 你可以再变大 然后就是这个概念过后呢 我们会学如何往上 往上边 往上边上去呢 它就会变成篮子 所以学会了往上 折上去的那个边法 所以那这两 这个底跟那个 折上去的边法 那你就会就可以做成篮子 然后做很会做篮子 你就可以做 呃 Tissue Box 的衣服 然后甚至就可以编成动物 像小狗 这样可能大家有看过 别人卖或者别人做的小狗 藏颈鹿也是有 就都可以 就是那个basic 我们教大家的是那个 基础basic基础 好的时间来到10点13分 那看看我们朋友们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提问 那今天我们也没有结束我们的面子书直播 想说就是也让我们的面子书的朋友 也可以一起来了解很多的提问 好那我这边再看还有朋友在问 嗯来继续 泡泡子是bubble wrap 泡泡子的意思是bubble wrap吗 泡泡子 然后它是变成它是flat掉的 不过那个其实就是我们paramakers常常做的事情 那个要另外加工才可以 如果只是原始原来那个bubble wrap 那其实很难编 包装水也是可以就是太硬 但是会太硬 哦这样子的话就那时候你就那个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不会我们可能就一层而已 不需要两层 好的那今天这第一课呢算是圆满了 那相信同学们很多疑问都已经被解答了 那我们啊 Barbara可以回收 就送去那个PJ Eco Recycling Saza 或者你可以问谁做网购的 你就可以给他们重复使用 是重复使用 好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咯 谢谢老师 也谢谢同学 我们下星期一同样的时间 星期二我们再继续跟老师学习第二课 怎么样来编织这些包装袋 好那我们明天呢 同样时间早上九点半 我们会上我们的营养保健 的课 明天我们有Janson老师继续来带领我们 我们要学习怎么做好脑部保健 预防老年痴呆症 我们明天早上同样的时间九点半 再见咯 谢谢大家 也谢谢老师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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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